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联的艺术家们在斯大林时期面临着极大的创作压力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唯一合法的艺术形式 任何偏离这一标准的创作都可能被视为反革命 然而艺术家们并没有因此屈服 比如作曲家孝斯塔克维奇 他的第五交详曲表面上是对斯大林的歌颂 但实际上却充满了对压迫的隐喻 听众们在音乐中听到了悲痛和愤怒 而官方却只能听到胜利的凯歌 这真是听者有心听者无心啊 再来看东德柏林墙不仅分割了城市 也分割了艺术的自由与禁锢 东德的艺术家们常常脱挤欲和象征 来表达对政权的不满 画家沃尔夫冈·马特尔·乌弗杆·马皮尔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的作品《逃亡者》描绘了一位试图逃离的男子 象征着对自由的渴望 尽管官方试图将其解读为对叛逃者的批判 但观众们却看到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压迫的反抗 当然填幕下的艺术不仅仅是隐喻和象征 有时也充满了幽默和讽刺 捷克斯洛伐克的剧作家哈维尔·菲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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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维尔·哈维尔就是这样一位大师 他的荒诞剧观众通过一位啤酒厂工人与其上司的对话 揭示了官僚体制的荒谬和压迫 哈维尔的作品不仅让观众跑肤大笑 更让他们在笑声中反思现实的荒诞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波兰的电影导演安杰伊瓦伊达·安德·菲珍 他的电影《大理事人》通过讲述一位工人英雄的故事 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问题 尽管影片在波兰被禁 但他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甚至在贾纳电影节上获得了奖价 瓦伊达用镜头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真实 成为铁幕下艺术的经典之作 总的来说 铁幕下的艺术家们 在高压环境中展现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他们通过隐喻 象征 幽默和讽刺 突破了禁忌 表达了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 正如一句老话所说 艺术的力量在于它能在最黑暗的时刻 点亮希望的火花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大家对铁幕下的艺术有更深的理解 也能从中感受到艺术的无穷魅力 谢谢大家 如果有问题欢迎提问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太空竞赛月球的争夺 太空竞赛月球的争夺 这可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科技冒险之一 想象一下 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 像两个小孩争抢最后一块蛋糕一样 争先恐后的想要在月球上插上自己的旗帜 只不过这块蛋糕距离地球38万公里 而且没有奶油和樱桃 故事要从1957年说起那一年苏联发射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美国人一看白油人一看 哎呀这可不行 咱们得赶紧追上去 于是太空竞赛的序幕就此拉抬 苏联在这场竞赛中一开始可是风头正近 1961年尤里加加林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 他在地球上轰绕了一圈 回到地面时还幽默地说 我看到了地球 它是蓝色的 这句话不仅让苏联人骄傲的不得人 也让美国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美国人当然不该示弱 他们启动了阿波罗计划 是要在月球上插上星条旗 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 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表面 说出了力球表面 说是个人的一小步 这是人类的一大步 这句话不仅成为了历史名言 也让美国人在这场竞赛中赢得了关键一句 不过太空竞赛不仅仅是为了争得面子 它还推动了科技的飞速发展 比如微波炉GPS 大家甚至甚至是我们今天用的手机 都受益于当时的太空技术研究 可以说太空竞赛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月球的美丽 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当然太空竞赛中也有不少有趣的故事 比如苏联的月球车 月球车一号在月球上行驶时 地面控制中心的工程师妹 用一种类似于遥控玩具车的方式来操控它 想象一下 一群科学家围在一起像小孩子玩遥控车一样 操控着一个在38万公里外的月球车 这画面简直太有趣了 总的来说太空竞赛不仅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段辉煌篇章 也是充满了冒险竞争和幽默的故事 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和智慧 也让我们明白了合作与竞争的力量 谁知道呢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会在火星上看到新的太空竞赛 那将是另一段精彩的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赫尔辛基协议和平的希望 赫尔辛基协议正式名称为赫尔辛基最后文件 是1975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签署的一项国际协议 它标志着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之间的一次重要外交突破 现在让我们以一种既专业幽默的方式来探讨这份协议的深感影响和有趣故事 首先赫尔辛基协议的签署背景是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 想象一下当时的世界就像是一场巨大的国际象棋比赛 双方都在小心翼翼的移动棋子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引发核战争 赫尔辛基协议的出现就像是棋盘上的一场核棋 双方暂时放下了剑拔弩张的态势 坐起来喝杯咖啡聊聊人生 协议的签署过程也颇具细细性 1975年7月30日至8月1日 35个国家的领导人齐聚赫尔辛基 这场会议就像是一场国际政治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各国领导人纷纷亮相 展示他们的外交风采 福特苏联领导人伯列律涅夫 法国总统德斯坦和英国首相威尔逊等人都在场 可以想象这些大人物们在会议期间的互动一定是充满了微妙的政治意味和个人魅力 赫尔辛基协议的核心内容可以分为三个篮子 安全经济和人权 第一个篮子涉及欧洲的安全和边界问题 第二个篮子关注经济科技和环境合作 第三个篮子强调人权和基本自由 可以说这三个篮子就像是国际关系的 每一层都有其独特的风味 协议的签署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它对后来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特别是第三个篮子的人权条款 成为了东欧国家反对苏联统治的重要法律依据 可以说赫尔辛基协议为后来东欧的民主化进程埋下了种子 就像是你在花园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今年后竟然长成了一颗参天大树 当然赫尔辛基协议也有其局限性 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西方的紧张局势 但并没有彻底解决冷战的根本矛盾 就像是你和邻居达成了一项协议 不再在深夜放音乐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之间的所有矛盾都烟消云散 总的来说 赫尔辛基协议是冷战时期的一次重要外交尝试 它为和平与合作提供了希望 虽然它并不是一剂万能药 但它的确为国际关系的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就像是你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中 突然有人提议大家先冷静下来喝杯茶 聊聊彼此的观点 这种姿态本身就值得赞赏 希望这个既专业又带点幽默的分享 能让大家对赫尔辛基协议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毕竟历史不仅仅是枯燥的事实 更是充满了人气和智慧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几个充满戏剧性和深远影响的主题 铁幕下的艺术太空竞赛和赫尔辛基协议 这些话题不仅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 还反映出人类在面对压迫竞争与冲突时的智慧与创造力 首先我们看到在铁幕下的艺术家们 尽管面临巨大的创作压力 却依然能够通过隐喻象征和幽默表达对自由和真理的渴望 这种勇气与智慧实在让人敬佩 接着我们谈到了太空竞赛两个超级大国的蛋糕之争 不仅推动了科技的进步 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像遥控月球车 那画面真是太有趣了 最后科尔辛基协议的签署 尽管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却为和平与合作提供了希望 仿佛是在国际关系这场棋局中一个智慧的核棋 总的来说 这些主题让我们难倒了历史的多元面貌 和人类的勇气 从竞技艺术到太空探索 这些都是人类在复杂环境中 不屈不挠的创造与追求的体现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引发大家的思考和讨论 那么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主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觉得在现代社会中 艺术科技和外交又该如何影响我们呢 欢迎留言讨论 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读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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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